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的传统的社会当中 今天中国的社会层面 这共产党摧毁 共产党猴的理论 你想想 我真的听起来都非常yuck 非说自己是猴变 疯了你 我就说你疯了 老外说进化论 你就拿过来死结白叠说自己是猴变 把你爹坑了你多少个爹 一连串撑上去 谁要不愿意同意的话 旁边还有嗷嗷叫 我们不干 你就是猴变的 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猴变的 今年赶上猴年了 纪念共产党祖宗 你到房山 北京房山找那山顶洞人 北京人 具体长什么样不知道 小时候在佛学街小学的时候 看过那画 说大概就那样 后来打日本的时候 说日本人给挡走了 到现在找不着那块头盖骨 真的 说找那头盖骨 之前啊 对不对 疯了光盛前了 就是这样 光盛前之前呢 那我想说的意思就是 说人是猴变 侮辱 奸杀自己的灵魂 你如果不是一个政府的行为 不是一个政权的行为 不是把这样的东西 放在课本里面 灌输每一个人的话 那是每一个人的选择 对于我个人来讲 跟我没有毛关系 一丝毛的关系都没有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喜欢 对不对 有爱孙猴 有爱猪八戒的 关我什么事 但是当你把所有的人 给圈起来 非要这么说 让所有的人 接受不接受 都得出卖他自己的灵魂和祖宗 那就另外一码事了 北京人讲老炮 还被哥们两肋插刀呢 对不对 冯小刚拿一个破砍刀 大家喜欢看 他就是 得有个规矩 得有个理 你不能这么整我 我死了我也得站着死 间谍条 这个就今年郑奥斯卡 讲其中的一个影片 那影片里面 之间的对话 所谓原苏联的那个间谍 他描写那段非常平淡的 他有一句非常特别的话 当汤姆汉克斯扮演的这个律师 问他 说你已经被美国人抓住 美国政府抓了你了 你难道不害怕吗 问了他三回 他三回回答的是同一句话 害怕有用吗 那是非常厉害的一句话 那个男主角 那个男配角演得相当好 这次呢 已经被提名为奥斯卡 最佳男配角奖 竞争者 那老头 很极其平淡的那种面容 在描绘着 跟这个汤姆汉克斯这个记者 描绘着一句话 他说在我小的时候 斯大林控制的时候 布尔什维克 就等于苏共 抓他身边所有的人 打他所有身边的人 他说我的父母 他的父母 也被他们抓了 然后呢 父母的一个朋友 也被抓了 结果这位朋友 当呢 苏联的警察 苏共的警察 在迫害他们苏联人的时候 这个男人 每次被打倒之后 他一定站起来 无论打他多惨 他都站起来 他说我的父亲跟我说 你记住 要做着一个站着的男人 像他一样 在猴理论的 今天的中国 人们所奉行的 人们所奉行的是狗且偷生 就我说这狗且的狗是 是那个动物的那狗 一定趴着活 只要我活着 活着干嘛 挣钱 挣钱干嘛 活着 活着干嘛 挣钱 所以在 贾张 贾张科的电影当中 对吧 就说了一句 人穷的 只剩钱了 在涛格侃电影当中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周星驰的电影 分享过 国内的一些大的片子 有些朋友认可 有些朋友不认可 不认可的朋友呢 也有骂我的 写了很多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你把自己的祖宗当成猴 失去了一份能 就是失去了尊重自己灵魂的能力 有人留言这么说 你别老弄灵魂灵魂的 灵魂关你屁事 灵魂能给你饭吃吗 灵魂能娶媳妇吗 你实际一点成不成 跟我急了 那你说 我能说什么 我不能说什么 我觉得我无话可说 这就是我说的 今天的麻烦就在于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共产党的党 共产党文化 我们叫党文化 它摧毁了做人的基本准则 人们把自己都当成高级动物的真实的对待 那自然就看不清楚这文化背后的一切 它能看得清什么 有朋友留言啊 说那个 我说功夫熊包三 怎么怎么样 有人说 你重阳媚外 说我重阳媚外 功夫熊包三 我们拍出来三打白骨精了 拱立眼 我真费了尽了 昨天我看了十页 这个留言 包括在什么豆瓣 和包括另外一个 一个国内的网站 电影网站 看三打白骨精 里面绝大部分说 视觉效果不错 立体的视觉效果不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说好的 白夫人非常冷艳 真漂亮 我一开始给我弄了 白夫人 后来明白了 白骨精 拱立眼 叫白夫人 你愿意请你老婆算个妖怪啊 你看大家就明白了 看三打白骨精好看 第一 视觉效果 刺激 感官的刺激 第二 妖怪好看 欲望 他就看见这个了 别人就没看着 这电影就值得看这个 而三打白骨精 是中国人真正民间的 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当中的经典所在 对吧 十足五人 去西天取经 只有一个人是人 唐僧 圣业都不是人的形象 人才能取经 能听明白的 人才能取经 但人在现实生活中 在他的取经过程中 他必须一步一步走 孙猴多厉害 背着他师父不能 一个跟头 三万 十万八千里 他不能遮 没用 人才能取经 第一个 第二个 所有妖魔鬼怪 要吃唐僧肉 就是今天 在中国社会中 所有妖魔鬼怪 要上人参 这都看不懂 把祖宗东西都丢了 骂女人 说这个女人眼睛会说话 为什么 勾男人魂 说跟狐狸精一样 没错 你看被称为国母的照片 有些照片 特别是他们最火热的时候 那照片 那个女人照出来的眼神 能把男人的魂勾拢 现在那个女人的照片 如果有的话 她没了 她那个勾人那个东西没了 你不信你找找看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就是 范冰冰演的那个 妲己 狐狸进起叫妲己 狐狸出来 就不是妲己了 是那个 是那个 一个非常单纯的女孩 这是人讲的 这是中国人传统的 对吧 可是现在看电影影评呢 白夫人冷艳 真漂亮 同期演的 开刚开演的 我没看 这俩电影 这电影没看 美人鱼 周星驰 看的电影评分非常高 然后几乎 我看到很多的评论说 看一遍没看懂 周星驰里面有内容 看一遍没看懂 得看两三遍 周星驰的电影 我跟大家讲过功夫这个片子 讲过这个 降谋片 讲过他两个片子 很多人不认同我讲的 为什么 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有人说 那是个电影 跟政治没有毛关系 你记住 今天的很多年轻人 当你母亲生你的时候 你母亲得从单位里要指标 要政治指标 盖公章 你才能出生的 还政治不政治的 你出生的时候盖了公章的 你妈单位盖一章 你才能出来 要不然他掐死你了 那叫人流 你的出生 你允许不允许你出生 都是跟爱国 跟党的方针政策 直接相关的 哎呀 真笨呢 真笨 当出生在这么一个 完全管制的社会中 其实就换个角度来讲 你得以出生了 又是福分 就是我跟大家说 功夫熊猫三 天煞能出来 天煞整个存在的过程 是为了阿宝能够修成 接替乌龟大师 成为那世界人间的 真正的统领者 统领什么 传播善与慈悲 消除掉自私 所以天煞出来的魔战的过程 对那人间 对包括村里头 包括武侠所在的村里面 和包括那个 熊猫村里面的那种 徒灵 生灵涂炭的那种做法 是为了重新更新 有几人能理解 怎么叫重新更新 因为阿宝进入了灵界 被天煞 在抽取他的气的过程 谁救了他 其他的熊猫 在人间 被唤醒了他生命中的人性 伸出了他的手 去救 曾经救他们 救过他们的阿宝 有没有作用 不知道 但用他的心 用他人性的一面 复苏了他生命的真实 那叫气功 那叫中国传统的修行 不就是人性的复苏吗 生命的珍贵吗 生命的唤醒吗 今天的很多在大陆受教育之后的人 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认识这一点 为什么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把大家毁了 但大家想过没有 越宣扬的没有共产党 没有新中国 所谓的正能量 把共产党当成正能量的时候 就是那个天煞 在彰显他能力的时候 也是今天人 真正能够 人性复苏和灵魂被唤醒的时候 你在看到他邪恶与丑陋的过程 就是自己人性恢复的过程 相生相克的道理 法广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A Lost Culture Has Returned Be A Maze Be Inspired Discover Hope Experience A Divine Culture Shen Yun For Show 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 Yun.com 猴年春晚复平如潮 被积为新闻联播 从某种程度上 这圈也画原了 对不对 在猴年 宣扬自己正能量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这圈不就画完了吗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这简直是疯了 全都疯了 你让我说不是疯了 你说这个人疯了 他还是个人 这个人惊了 他不是人 对吧 牲口又惊了 驴月马能惊 牛惊 你见过人惊了吗 我就问你 你见过人惊了吗 我见过 你就知道 那不只是疯了 就是完全失控了 根本就不是人 其实我们看到春晚的概念 就是人惊了 为什么 里头是高级动物 中央电视台7号 除夕之夜 播出的春晚 由于政治内容比例不小 并且缺乏特色 被网民们评为 历史上最难看 更有网民说 看了猴年春晚 可以抵过一整年 不用看 新闻联播了 春晚播出不到两个小时 网络上就成串的负面评价 就出现了 而且越晚越多 到了大年初一凌晨 那数落春晚 难看的帖子 更是在微博 微信 各大讨论区 累积而起 其实我觉得也有相声相课 道理 我刚才说的就是概念 让大家看到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时候 让你连大年初一的饺子 你都吃不下去 甭管你淹的腊巴醋有多香 你实在咽不下去 你说我今天不吐 我已经对得起我了 就是他通过这样的形式 以正面的形式 把共产党遭改到底 让大家认清他 真的 因为没救 让大家在心目中 破掉所有改革之念 说共产党还能改革 人家不就在救你呢 不对共产党抱有希望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一定要会 别让人家枉费了心血 对不对 真不容易 春晚那叫你以为嘞 五个小时的猴年春晚 居然找不出 一个有亮点的节目 对 他不是人 人看 就看不着亮点 一点人都没了 猴吗 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人尚存善念的话 是从灵魂而来 当你一点亮点都找不着的时候 就跟你一点的生命的灵魂 都吻合不上了 到底了 这圈完了 将平淡无奇表现的淋漓尽致 也是绝无仅有的 今年应该是最差的 最难看的 有网民说猴年春晚离有文化三个字太远了 还是建议少点主义多点真心吧 能有真心吗 对吧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江泽民的共产党 把做人的基本道义 真善忍三个字 当成国家的敌人 就像我说的 一个人不按照真善忍做 你是人吗 那当一个政权去这么要求的时候 我就说我从来不会骂人的 对不对 连畜生都不骂 那东野 真不是个东野 真不是个东西 但是呢 为什么这不是东西的东西 今天拥有了权利 让大家伙都怕它 它是因为中国人太珍贵了 灵魂太珍贵了 我们那个魂太珍贵了 所以值得遭此大难 在难中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呢 功夫熊猫当中的阿宝 第三集当中的阿宝 在苦境中 在苦难中 这种苦境与苦难不是我们要 是这个环境外在的魔鬼 强加的 来激化出我们内心中生命最珍贵的认识 最珍贵的那个尚存的那一念 我相信政治评论当中没有出这个的 都是这个了 那个了 所以我说那是人的表面 那也有人说看晚会等于看了一次组织生活 这不是春晚这是十九大 没了 十九大召开了 提前召开了 美国之音 网友吐槽春晚太正能量了 把所有词都给毁了 中共官媒胜赞总导演说有好的心态 那网友们认为他脸皮太厚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那总导演就那句话 我们同意的意见我们都接受 我们不同意的意见我们都支支不理 我天哪 真的我只能说天哪 那是观众吗 在你眼睛里 对吧 你把观众都不当成正常人对待 因为你在为党歌颂 对不对 当你为党歌颂的一瞬间 你心里头也认为党是你的祖宗 当你把党当成祖宗的时候 那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概念了 所有人都谈到这点 他说好的建议我们可以吸纳 不好的建议我们可以支支不理 什么叫不好的 他是平反者 对不对 什么叫不好的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就像我说共产党 说共产党脸皮厚 跟党一贴近脸皮就厚 有脸吗 谁是共产党 我就问过大家 谁是共产党 共产党有脸吗 你见过魔鬼什么样吗 没见过吧 等你见着魔鬼什么样的时候 你就是鬼了 在人间看到的魔鬼的样子 一定用人的样子 青蛇白蛇 白蛇转 他弄成蛇的时候 那许仙老 他横竖不能抱条蛇睡觉吧 一个道理的 对不对 妖魔鬼怪祸乱人间 他不能是妖魔鬼怪让你看见了 这是非常费劲的 为什么说这些东西费劲呢 是因为 无神论对大家影响 对吧 所以就我说了 三大白蛊精 人们看到都是 白夫人冷艳的那种惊艳的漂亮 他为什么演成了这样 西游记的第一篇就是讲孙悟空要修炼的 悟性很好 到了个道观 找老道去修行 那个师父看他敲了他脑子三下 没说话走了 孙悟空走我们半天什么意思 三更见师父 所以他三更又去那去了 师父在那里 孙悟空有悟性 你有吗 所以西游记第一章头篇就讲的 孙悟空认为这人间的荣华富贵 一切都是幻影 生命不能这么度过 所以他有那个悟性 你倒看三打白蛊精就看见 白夫人冷艳 那不得出事啊 家里不得闹离婚呢 文章讲说 陆川的父亲 陆天明 陆川是国内的导演嘛 春晚导演自己说一百分 他说那肯定一定是得到领导的肯定才敢这么放狂的 也表明他真的让领导宠的虚妄无知了 我觉得不是领导宠的虚妄无知 整个春晚是给领导演的 老百姓在那一块看也是演员的部分之一 因为你没得看 对吧 你看今儿点击 他给你得翻墙 他看不着 对不对 所以你得翻墙 让全国十亿人跟着一块给领导演 领导说行啊 小样子 还中 对不对 正能量 完了 那当然一牛脸冲着老百姓 一百分 小样子 不是你凭的 我就没给你一演 你把角色弄清楚 那另外一位姓田的先生说 他一百分到底给谁打的 要是给领导打的 我觉得一百分没打错 要是给中国观众打 我觉得他就不及格 这就是学者了 您说这话管什么 他们压根都没给老百姓演 很多观众一度对这个 不满四十岁的总导演有所期待 但大失所望 所以他四十岁 那有一位评论员说 这四不到四十岁的年轻的总导演 凭借今天晚上的演出 肯定成为春晚历史上最老气横秋的总导演 他的与辅程度和正能量 已经超过了历届春晚的总和 如果离开是央视这个平潭 我可以说凭他的能力 在任何一个文化单位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除了七一晚会的总导演 我不认同 他一定在文化大革命再来的文化单位上 找到他最好的位置 因为春晚演的一切 如果再接一幕 就是刘元的父亲刘少奇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爱批斗的场面 就差这一幕了 怎么会没位置呢 文化大革命 割掉中国人传统的所有的文化 今天看到的是共产党的文化 隔四十年之后 一个被马克思毛理论给洗脑的人 会面对人们想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人 只递出中共邪恶的时候 他却说你为什么不爱国呀 我看你就像卖国贼 跟当初文革的时候骂刘元他爹一样 跟骂习近平的爹一样的话 这哥们39岁 文革结束的时候他还没出生 中华民族的文化被断层了 完全切断了 中国人不懂得被切断的中国人 不懂得灵魂的生命的真实 不懂得尊重自己 在他认为最自私的为自己的欲望和利益 在抢占奋斗的时候 他失去了对自己灵魂的尊重 在侮辱和扼杀自己人的灵魂 这是一个最明确的最接近的表现 班达集团的董事叫国民老公的王思聪 应该是首富的儿子 他说今年的春晚不戴上装备是没法看了 不说了 我去找我的红领巾和党徽了 如果王思聪也敢这么说的话 那就那是个故事了 吴家祥 国内著名的学者 评价春晚时叫做杨颂阴笋 让背诵者望里跳 吴家祥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员 他自己说 猴年春晚是一场文灾 文化的文灾 堪比去年六月以来的三场古灾 二者相似之处 第一 都被怀疑是恐怖袭击 第二 受害者众多 古灾的受害人是古民 文灾的受害人是观众 第三 二者都有其历史以来的创记录的说法 古灾创立了最短时间最深跌幅 那文灾创立了最恶心的记录 省饺子省粮食 对不对 还减肥 你乐吧 刚才跟大家说了 其实你换个角度来讲 这是让中国人净化 不要对共产党抱有一丝希望 你就被得救了 你的灵魂被得救 吴家祥说 二者有着共同之处 都是 我觉得这很关键 都是最高权力交接战争的不同战役 今天主政的习近平的派 这一拨人 跟二十多年来垂帘听政走到今天的整个江家帮的共产党体系的战争的交接的过程 这是吴家祥说的 中国与民主选举国家权力交接方式不同 那他们的权力交接就是最高权力交接 他们是多党奉行着共同的意识形态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 他说我们这不同 我们这是一个共产党有两种意识形态 现代性和反现代性 因此隔代权力交接意味着一场全面战争 第一靠枪杆子军队 第二靠手铐子反腐 第三靠钱袋子财经 第四靠笔杆子 传统叫传媒思想文化 第五靠脑袋瓜子 哎呦我这人家是学者 那习近平光抓了一个军队 枪杆子 王岐山弄着手铐子 第三钱袋子可就被人玩了 古灾呀这是一大 第四笔杆子也被人玩了 刘云山只要不下来 你就给玩死你 第五脑袋瓜子意识形态和智囊 今天全是笔挺 智囊什么呀 笔挺 智囊为什么我说叫笔挺 苟且偷生者 这就我说当今天主政的人 你意识到原来党的一切吃死你的时候 你凭借着自己天性与人性的一面 逃命的一面 你可以吃死对方 当你走着走着过程去找自己的智囊 鼻挺的时候 你就惨了 你就惨了 就炫进去党文化的圈套了 因为你逃命的时候 是你生命的本性 当你去顾忌利益的时候 共产党的党文化打小教育你 刘元也好 王岐山也好 习近平也好 你们的父辈 都遭到了共产党体制以党的名义 以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的名义 遭侮辱了你们的家庭 侮辱了你们的父辈 你今天还要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为什么 鼻挺 你不把鼻挺甩漏 你没能力摆脱共产党文化 但你逃命的时候 你有这个能力 因为逃命是自然属性 那文章的最后 吴嘉祥写了这么一段 十八大以来 一两场博弈基本结束 第三场还在激战 这是指 他是指习近平带领的他的人 跟江泽民的原来的十八大的 江泽民获胜的整个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博弈 第三还在激战 第四场战役和第五场战役 是对方在唯卫旧诏 这场文灾 他指这个春晚 是人家对手玩死今天主政的人 是场典型的阳诵阴笋 用极其拙劣的文革式歌颂挖坑 让被歌颂者望里跳 然后动员全网 雪暴式的兔面 把他埋了 这也只有在网络民间传媒 与官方垄断传媒 严重分裂下 才能做到 吴嘉祥说的挺逗 我觉得说的相当贴切 所以在他看来 这就是中共最高体制当中的相互扑杀 那春晚刚播完 然后中纪委网站上登了一条消息 你知道说什么呢 习近平训斥政治局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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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